Leyo聊事件以貼天中更新 大家好我是Leyo 今天來看立陶宛人對上伊索比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10點鐘方向的紅色玩家 立陶宛人MBL MBL這個文明它的特色是 槍兵跟毛兵的移動速度特別快 而且它的騎士有效 傷害可以高達20點 提前是你要減到4顆聖物 這個效果連他的寶兵列提斯也可以獲得 列提斯是可以無視對方的裝甲 進行攻擊的騎兵單位 立陶宛人主要部隊還是騎兵為主 但後期他的戰毛兵遠方也是特別高的 不管是要打對方馬攻或是強弩 戰毛兵的坦度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他的中後期槍兵戰毛遊俠 都是一個很好用的 而且他的生旅科技是全滿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對手YO選擇是伊索比亞人 伊索比亞人的特色是他升級stats 會給100肉100斤 這個效果在他前期的時候 打這個弓兵開局相當適合 一勝到封建時代 馬上就可以點一擊射 甚至弓兵也不太會斷 伊索比亞人的弓兵的攻擊速度 又是遊戲裡面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 重裝長槍兵還可以自動升級 所以到了帝王世代馬上就可以點一下槍兵轉型 就算城堡世代不走工兵槍兵 也可以走駱駝系列去進行反制 後期還有大羅馬可以使用 但是缺點是沒有三房跟品種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OK阿拉伯地圖看起來跟 福文時群好像 不太一樣齁 這個地圖就是超級難為 讓你的資源點沒有辦法過得這麼爽 這也是阿拉伯比較平衡地方 讓打法比較多元化 不是只有那種 直層打上去開農的一個策略而已 所以我也覺得這是阿拉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平衡性 好那先來看一下黃金的位置 黃金的位置兩邊的黃金感覺都很差阿 MBL這邊黃金位置兩個都在前面 這意味著一定要成功壓在中間這個高地阿 或是這個高地一定要空下來 黃金差有可能正常挖掘 那YO這邊也是喔 兩個黃金都也是偏正面阿 帶有快偏偏後面 而且這邊還可以補一個城鎮中心 所以這裡看起來開提器的位置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主要是這個金礦呢前期會比較難守 因為這個還是高地阿 要是被對方從左邊溜進來 控制住會很難受 所以這邊至少人家要圍起來阿 你一定要圍好圍好 不然這邊就是要圍到底 好如果圍到底的話 YO的話防守的話壓力會比較小 好接下來兩邊點下了封建時代 YO並沒有偷支部技術 MBL這邊是有偷支部的 現在我們生時代都要看一下有沒有偷支部 偷支部就可以很好理解喔 這個時間快幾秒 大概會20秒左右 25秒 好依神到封建時代 點下了支部技術跟一級伐木 好偷支部的優點喔 就可以快對手領先 一個這個村民大概30秒左右的 經濟科技的優勢喔 好 YO這邊也點下了一級伐木 甚至連一級農也投資了 不過點一農的話就意味著冰工廠不會這麼早下咯 所以工兵路線可能是稍微按下防守一下 好這邊要補個採礦地 所以冰工廠不能早按了 好 NBL這邊是點下了一級農 兩邊都是打一農櫻木 經濟型的開局 現在YO點下了工兵之後 把家裡開始圍起來囉 決定是要直接圍 沒有想要圍到底 反而是圍下去 直接圍到右邊的墓區了 那我怎麼感覺好像圍下去也差不多 而且圍這邊會有個問題 要是對方繞過來 還是可以稍微到 騷擾一下到墓區了 但我覺得問題不大 畢竟這個已經夠深入了 YO要回來包抄也沒什麼問題 好接下來看一下 兩隻工兵射掉了一隻槍兵 槍兵這邊抽了一下往後拉 打掉了一隻長槍兵 兩隻肉馬倒下 最後只剩下兩隻肉馬活了下來 YO只擊倒了一隻戰毛兵 現在看起來 YO的打法是正常的工兵開局 MBL這邊是一個肉馬配毛兵的 反制工兵的打法 那肉馬配毛兵 雖然騷擾能力沒有那麼強 但至少還是可以有效克制對手的工兵開 跟肉馬開 肉馬可能沒有辦法壓制 但是工兵是一定可以的 好這裡毛兵騷擾 後方五隻毛兵 要看一下 能不能反擊 有點困難 OK 農田已經補到了十一片田 現在 YO 沒有再繼續補工兵了 準備要來升時代 四級也補好了 待會可以考慮要不要賣個石頭 升級上去 MBL這邊也是 好補了一個兵工場 準備要來提升時代 好 YO這裡沒有 動進 好 買了一百石物 賣了一百木頭 好 收一下資源 點下城堡時代 MBL這邊也沒有買賣支援 兩邊都是保留兩百石頭 待會升時代上去 要來打後期了 好前期再把房子圍一圍 應該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右邊的位置是比較危險的 這個都是木槍而已 還好 現在YO也沒有打算要做一波前壓嗎 好 時代快升好了 該出門了吧 好 這一波出門 看一下變身會不會被抓包 好 還有五秒鐘 MBL戰毛兵 點下去 YO的工兵 暫時 還沒有辦法升二級射 這個被工兵纏上 被戰毛兵纏上有點麻煩 反正這坨兵應該可以做點事情了 但是肉頭了 沒有辦法 好 前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索 但是YO按了一隻騎士 出來反殺 好 兩隻槍兵直接被射掉 這裡順利解決掉 但是自己的工兵只剩下少量七隻 但沒有關係 三隻騎士 兩隻是YO的 一隻是MBL MBL這邊是選擇了放棄防守 這隻騎士 直接用僧侶過來招降 好 這裡要招降到一隻騎士 騎士現在是二打二 毛兵直接往前 開始丟這些工兵 工兵現在數量只剩下兩隻 騎士數量剩下一隻 殘血的 好 工兵全部搞定 殘血的騎士 能夠拿下來嗎 應該可以 好 一刀砍下去 血多的藏住了 好 那看起來沒有辦法 拿下這隻殘血的騎士 後面這隻僧侶可以招降 好 沒招到 這邊生女再繼續招 兩邊都是走了一個生女 抗生物的重點 因為 YO這邊遇到的是立陶宛 所以撿生物這個情況 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一定要跟對方搶 不跟對方搶的話會很難受 MBL這邊雖然也想要搶生物 但是卻前置了一個工程七隻造手 想要給YO更大的壓力 那伊索比亞人的救贖思想是沒有的 所以生女出越多 也頂多是拿來招降敵方騎士單位 並沒有辦法來招降投石車的 所以現在生女的主要用途 還是拿來撿生物會比較好 好 MBL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這個城鎮中心看起來 位置還不錯 旁邊有石頭 所以還是個牧區 經濟會很好 好 這邊投車稍微砸一下 要不要先把這個修道院砸掉呢 好 決定不砸 這邊在 有看到生物去不撿 現在在防守這個區域 好 要趕快拉村民過來補 直接補個市集 好 旁邊看到 神地射一下 好 騎士繼續扛 聖毛兵被招降 旁邊 生女拉了回家 招降斷掉 風兵在射生女 哇兩邊細節拉好拉滿 好 但是要破洞了 來得及嗎 哦呦突然就堵住了 極限堵口 好 YL現在暫時 沒有辦法入侵進去 恩貝爾樓把所有的兵都拉回來 家裡這個位置 好 現在YL甚至連村民都在招降 好 祝福這邊伐木的村民們 好 這裡打破了一個洞 但還是進不去啊 他打的是一個 龍血樹的洞啊 這個 打洞打錯有點尷尬 好 好那這一波應該是要讓YO進來了 這邊看一下 進來 能不能做到一些事情 好 左邊這個聖物 可以撿一下 聖女招降 好聖女 被戰毛兵給擊殺掉 兩隻都倒地 恩貝爾樓 戰毛兵打得非常nice 提供速度加成哦 主動選哦 非常的優勢 提供速度快 追攻兵也追得到 好現在生物趕快繼續撿 現在生物只撿了一顆 左邊好一顆 有看到 這顆要是也能拿下 哇那就完美了 好這顆再拿下 這樣就兩顆囉 第三顆在左邊 右邊好一顆 四顆拿下 這樣NBL就起飛了 反而是YO 這些聖女走到了這裡 被戰毛兵點掉 而且也沒機會 撿到這兩顆聖物啊 可能是沒有偵察到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去撿 好這裡聖女 直接被騎士給砍死 兩隻聖女倒地 戰毛兵上來高打低 稍微消一下騎士的血量 好YO在這邊補了一根城堡 轉出彎刀勇士了 好 看來這一波 想走個彎道一波流 好聖物再撿回來 三聖物獲得 基本上NBL撿到兩顆聖物啊 就不會太劣勢了 就是給你有城堡時代 直接給你三公的概念 那撿到第三顆喔 哇就等於又送了 送你一個免費的二公 撿到第四個 就等於一公也送你了 整體的科技啊 全部都送給你 一公的 好 所以NBL現在是過得美滋滋 待會城堡時代 再繼續再弄一下下 待會地獄時代就可以爆量大獵提斯 直接開啟 無雙 好這邊赤猴 終於看到右邊好一顆生物 趕快去撿最後一顆生物 生女的移動速度真的好慢啊 因為這裡沒有點這個 宗教狂樂 沒有辦法讓生女的速度再更快了 好 好 騎士過來 可以趕一下這毛兵 又補了一根城堡 這邊城堡細節 右邊有補在高地 左邊這裡 這個木堡沒有鎖在高地上 主要是還是想要守住正面的位置 好這個騎士有點腦衝了 招翔之後兩隻生女倒下嗎 好一隻生女倒下 兩隻騎士獲得 那現在這邊有非常多的彎道輪士衝得出來 彎道輪士的基本傷害甚至比遊俠還高啊 不是精銳版本啊 攻擊力就有16點了 非常可怕 那兩邊呢 都是有22點傷害的部隊啊 22攻 頂尖傷害對決 是不是 雷騎士帶回地獄師帶也可以到22攻 彎道也可以到22攻 兩邊都是22攻的情況 而且都是這種高機動部隊 好現在彎道輪士跑速是1.32喔 騎士的話是1.49 稍微慢了一點而已 好這裡城堡蓋好 收掉這個投資車沒問題 第四個聖物準備放進去了 我要待會要面臨的是 22攻的雷騎士 來了 攻擊力現在是17點喔 一點攻擊力都沒有加就17點傷害 甚至精銳也沒有 這下精彩了 還有這裡有什麼想法呢 好右邊直接為死 想讓對方鑽動 好補了非常多的房子 好投資車扛一下 還有點下來二攻 按了非常多的彎道 但是MBL 地龍時代還有一分鐘 這一些彎刀 沒有辦法正面硬衝喔 血量太少了 很快就會被TC跟城堡給射掉 所以這邊YO一直想要找個機會 進去砍個一波 好 彎刀過來 直接被城堡射到 直接倒了5隻彎刀 6隻彎刀 彎刀真的扛不住城堡跟TC的傷害阿 雖然自己自身攻擊力高 但提前是要摸得到才行阿 所以我也把彎刀也稱為 玻璃大砲步兵阿 這個大砲固然強阿 但是跟玻璃一樣 很容易脆掉 好 好 左邊的彎刀 抓了一些僧侶 但是MBL也招搶到了兩隻彎刀 這一波 可能還是要 趕快靠列提斯過來聳下這個聖物 完蛋了 列提斯擋得住嗎 趕快拉村民過來修理一下 聖物要是噴出來的話 傷害會直接減4點 騎士跟列提斯的傷害就會下降很多 但這邊彎刀沒有辦法成功把這個修造魚拿下 反正自己損失了 所有的下方的彎刀勇士 上方的彎刀還在守株待兔 看看MBL會不會從右邊開洞出來挖石頭 但是MBL暫時沒有這個想法 好 彎刀是在中間又補了一根城堡 兩台巨型投資機已經準備好 WiO這個彎刀打法煽動城堡的慘能 實在是非常快速 好 這邊大量的彎刀直接從左邊開始進行攻城 這波攻城壓力很大 差一點被溜了進來 還好又趁 一瞬間把這口又堵了起來 哇哇哇 這個真是打得漂亮 好 特命兩邊互追 投資車稍微被逼退一下 現在MBL沒有把主力部隊放上去處理 WiO則是證明了非常多的彎刀過來 列提斯趕快擋住 巨型投資機已經正在攻城 右邊這些彎刀能夠靠投資車擋下嗎 OK 投資車越打越多隻 好 剩下六隻彎刀活下來 其他彎刀都被砸死了嗎 哇 幾殺六個 好 這根城堡也可以順利守住 MBL並沒有上勾 WiO的多線 並沒有讓MBL露出破綻 看起來還是挺穩的 WiO這邊也點下了輪軸 跟手推側了 經濟很好 MBL這邊有點尷尬的是 二級伐木居然忘記點啦 但是WiO也是 兩邊都是忘記點 二級伐木的一個問題 這也可以看到MBL 這邊經濟其實很差 只有兩萬九千的資源 好 這毛病往前 好 精銳直接點下了 反甲技術也好了 第二題是 現在傷害是17點 還是在補攻防 看經濟真的很差 現在是102吋 對上118吋 現在三巨頭 一直瘋狂正在 開除城堡當中 好 巨型頭11 繼續拆 現在城堡 要是這個也拆掉了 WiO就只剩下 家裡這根城堡 人產彎道囉 這邊已經投資彎道的情況下 要是在損失這根堡 就有點 難受了 好 三級的 護兵鎧甲一好 總變分成兩隊 V陣過去 好 這裡過來 直接彎道 兩刀砍死一聲旅 正面烈提斯 直接正面應戰 高地孔 第一處 打掉了很多的彎道 但彎道數量實在是太多 好像要突破這裡的防線 彎道永是直接打爆了 大量的烈提斯跟騎士 這一波MBL 慘敗 OK OK 但沒有關係 趕快再繼續慘烈提斯出來 甚至補上了第三柱箱 三柱箱策略來了 OK 直接在中間地圖上了三柱箱 就問怎麼輸 三柱箱的威力 防守能力特別好 好 但這邊光是用彎道龍斯刮殺 就快要把這根城堡給刮掉了 MBL很努力 把這根堡蓋好之後 驅趕掉這邊的彎道龍斯 彎道龍斯 彎道龍斯打了成盾傷害之後 開始修理這根城堡起來 好 這裡的獵提斯 也嘗試進去騷擾個一波 OK 開始抓村民了 但是傷害現在是18點傷害 攻擊力精銳還沒有補下 所以現在打村民還是需要三槍 才有可能拿得到 好 那這根城堡繼續高地防守 反正是WOW這邊的城堡 血量只剩下796 但是也沒有事他會繼續修理 這個城堡可能隨時都會掉 好 但其實MBL也是有點慘烈的是 他的經濟很差 二級伐木也沒有點的關係 一直有點缺木 沒有辦法穩定木頭亮的感覺 沒有木頭的話 就意味著農田更難灑 經濟就不是那麼的好 好 反觀WOW這邊 經濟已經穩到一個不行了 甚至已經快要領先MBL 一萬支援了 MBL 四聖物怎麼輸 有可能輸嗎 不知道 應該是太可能才對 四聖物的獵提斯 城堡現在還有五個 但只是單純沒肉 沒金金 需要再補一些村民 好 城堡被拿下了一個 歪歐現在不怕對手MBL出火炮 所以現在 彎刀出下去 現在找個機會準備往前衝 好 彎刀這邊升級已經全滿了 血量50滴血 攻擊力22點的巨量傷害值 好 防護力只有3 遠防只有5點 血量50滴 基本上這部分挖一刀 只要衝到裡面 大砍特砍 MBL可能就要直接GG 可是YO這邊 並沒有打算要直接衝鋒陷陣 而是用這個 四台巨型投射機 慢慢把中間的城堡 一動一動的給磨掉啊 好 現在MBL 再找機會點金瑞的升級 金瑞升級造價並不便宜 好 這裡可以點金瑞了 欸 點錯了點錯了 我們點到銀罐了 金瑞的提示還有30秒 這邊不能開打 別打別打別打 這邊打了就輸了 這裡會瞬間投降喔 還有15秒 巨型投射 四台加起來 趕快修理 好 金瑞升級好 現在攻擊來到16加5 21點傷害 MBL 這邊趕快點下三級馬卡 二攻 待會也要找個機會點 現在問題是 類提示的數量完全不夠 哇 這邊是馬上補下槍並升級 好 買了100石頭 再稍微夾一下 但感覺好像不用夾也行啊 這個多花189塊黃金 多撐一發巨頭的時間而已 好 這裡村民只能跑了 類提示的傷害現在是 還不是最好 但是現在有大約快要吃幾隻的數量 來看一下這一波會不會開戰呢 好 這裡直接走到了城堡的射程範圍裡面 YL又再次把巨型投射機給架了起來 好 繼續攻城 YL還在繼續爭取時間 類提示的數量中來到40隻 迪索比亞這邊的彎道是只有51隻而已 但是要打第二波的彎道也沒問題 彎道見到速度快 而且支援現在還有1000多塊黃金 3000多肉 待會再次去一波彎道出來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好 這邊要開打了 正面類提示開始往前突進 YL的彎道龍是 努力扛住正面 但是體質劣勢的關係完全扛不住 好 這裡要趕快再造彎道龍是出來 4台巨型投射機直接被車了過去 列提示現在還有大約40隻的數量 彎道龍是這一波球了 好 可能YL早就已經知道 我的彎道這一波只能換一些血量 沒有辦法再繼續給你更大的壓力了 所以已經先轉出了槍兵 槍兵打列提示還是效果好一點 好 YL這邊還轉出了化學 看來是有點想法要轉弓兵嗎 槍兵配弓兵 這個打騎士是一個不錯的搭配 好 右邊大列提示直接被列提示撞到頭破血流 MBL這邊是率先點下三級射 跟彈道靴 好 村民在這邊偷抓 哎呦喂呀 我的天 現在 21點傷害 就可以兩槍一隻擊殺村民啦 好痛好痛 一槍20點 村民只有40點 剛剛好 一槍 兩槍 哇 又戳掉了一圈 現在MBL臭民術已經順利反抄YO YO臭民術有120吋左右 卡G20吋而已 MBL終於發現自己經濟不好的原因了 趕快點一下 好 這一波又守住了 重點是YO這邊 想法是什麼呢 續續彎刀嗎 欸真的耶 彎刀出了40幾隻 從上面偷偷繞幹上去啦 想要來扣一下黃金 但發現 欸 黃金跟手根本沒人 好 MBL直接在右邊補了兩個木牆 再稍微擋一下 所有的系統給補起來 正面的部隊並沒有轉出 火炮或是巨型托斯梯 反是轉出了戰毛兵 這邊轉戰毛 好 打彎刀勇士的傷害其實也是很高的 好 這裡再繼續補一些木牆 但感覺是撐不了多久 彎刀勇士已經衝爆了後面的農田地區 烈提斯趕快回防 好 這一波回防 烈提斯擋住了 三槍打一隻彎刀 完全沒問題 彎刀直接蒸發 好 現在大量的戰毛兵 開始反擊槍兵回去 左邊的伐木弓 直接被彎刀砍成白石 兩刀一村 現在兩邊都是超級高爆發的傷害值 左邊的彎刀有點多 上方的彎刀還在嘗試突破 好 正面用大量的槍兵擋住 擊兵的衝鋒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擋得住 好 彎刀這邊又被烈提斯給解掉了一坨 現在彎刀的數量已經所剩不多 甚至現在有彈道學 城堡解這些彎刀的效果非常好 好 但是YO並沒有打算要放棄走彎刀 加槍兵的路線 正面這個城堡有機會守住嗎 立陶安點下了塔盾技術 還有三級的弓兵台甲 YO這邊即時轉出的弓兵單位也不太好打 好 直接走一個彎刀配搶兵 這個人能夠扛得住嗎 這麼大規模的單位 好像這邊稍微夾住 列提斯的數量不夠多 正毛兵打彎刀的事傷害也不太夠 有點癢 OK 正毛兵還在努力扛在前線 列提斯的數量越來越少 上方那個房子終於被打破 現在這個黃金沒有辦法正常開採 這個黃金要趕快回來開採才行 右邊這個黃金跟石頭也是 要是這兩塊礦區被YO給拿下來 應該就是偏涼了 好 這裡又有槍兵加上列提斯 再到處走來走去 好 又戳掉了一隻村民 列提斯往右走 一槍兩槍 OK 兩槍一村 這個傷害好舒服 捅了三下 這邊高地 減傷 MBL這邊直接拉了戰毛兵過來 想要手撕這個巨型投資機 但是後方城堡還是被打掉了 要是這邊直接硬拆的話 自己要損失一些戰毛兵 但是這邊居然順利拆除了 YO現在黃金非常缺乏的關係 趕快來上面搶黃金 但MBL也是有同樣的想法 趕快過來去拿這個黃金喔 好 MBL 現在看到自己黃金開始見底 開始慢慢轉出輕其命的升級 創民的部分也要趕快再按一些喔 農田這邊可以把它殺後三滿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經濟還是要好一點喔 才有資格跟別人打消耗戰 好 YO這邊經濟也是稍微下降了一些 趕快再補一些村民 兩兵都在補村民 現在MBL繼續轉戰毛兵 現在來看一下戰毛兵喔 遠距離防護率10點 好 這個防護率絕了 好 MBL 現在遇到大量的萬道龍是完全沒轍 知道這些槍兵也是 好 右邊補一根城堡 要是這個城堡能起 MBL可能要GG囉 好 大量戰毛 無情往前衝 為了就是 要來騷擾MBL正面的黃金礦 黃金礦 確實被騷擾到 但覺得這不是重點了 因為這黃金只傷130而已阿 其實問題是右邊這個礦區阿 這個礦區已經被YO拿了下來 而且這裡其實一直有洞喔 好 上面這個洞 是個大問題 正面的部分 MBL轉出火槍 開始反擊槍兵跟彎刀勇士 好 有些火槍 來一些火槍解彎刀是真的快 好 彎刀在後面 開始了 一人一刀 快速收工 更多的彎刀過來了 哇 這個村民掉的速度很快阿 後面開始著火 NBL正面開始有點無可奈何 後面的彎刀難以處理 現在列提示數量不夠多 NBL列提示4勝5 難道要打不贏YO的彎刀勇士爆嗎 好像不行阿 精細一塌糊塗 沒辦法 聰明書只剩下30個人左右 在種田阿 哇 農田量太少 反觀是YO這邊 農田量還有58片田 但是YO這邊要轉型走大陸馬 也沒什麼問題阿 黃金稍微存一下 待會轉大陸馬配槍兵 哇 這就絕了 直接把NBL火火的消耗死了 好 正面的部分 彎刀現在還有4隻 現在YO67隻的槍兵數量 還是很可怕阿 NBL只剩下5隻火槍兵 可以反擊這些槍兵阿 現在兩邊進入垃圾時間 NBL還想繼續一戰阿 NBL是不是在想 怎樣才可以再繼續跟YO打呢 哇 這邊甚至連射箭場都直接手撕掉了 好 這些戰毛兵打這些槍兵 只是暫時能守住 YO這邊關鍵 是右邊這根城堡 這根城堡拿不下 好 戰毛跟火槍 努力擋住YO的槍兵 最後把正面的射箭場都處理掉了 但是NBL有4生物 藥黃金的話 其實也是慢慢可以獲得 那這邊YO直接過來手撕 NBL的城鎮中心 城鎮中心直接被手撕掉 居然第二個手撕的東西是城堡嗎 這個好像很有機會 玩家武士 手撕城堡 看一下 這個手撕有點硬要 有點機會 但也快美了 OK 機會消失了 有機會 但不多 好 但是又有一匹 彎道龍斯加長兵 從右邊的城鎮中心殺了過來 NBL這時候才補下了二攻 開始轉肉馬 看這邊轉肉馬 似乎也沒什麼希望 王正面就快要擋不住了 這個肉馬絕次不是拿來防守的 是想要拿來進攻 好 下方的火槍 在城堡下方想要守住 彎道 看到火槍想要去追 但是這個城堡會被死掉 買了一百石頭趕快修 這血量很極限怎麼辦 城堡還是被手輸掉了 NBL失守了 最後一根城堡 意味著列提斯已經退出歷史舞台 YL則是大量的槍兵加彎道 碾壓了NBL農田 NBL打出了GG 我們恭喜YL拿下比賽的這裡 YL這波超噁心 359彎道爆 這個數量很罕見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YL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NBL 這是黃金稍微贏了一些 畢竟4勝物獲得黃金也是很可觀 雖然黃金上有贏 但是卻丟失了負況負死 讓YL繼續續命 可以出這些彎道勇士跟槍兵 甚至後面一個工程器都不出 也可以手撕掉城堡 這就是玻璃大炮 這個大炮很猛 還是可以拆城堡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